距離成都一百多公里的雅安 有一座蒙頂山 相傳 兩千年前的西漢時期 一個叫吳里珍的人 在這裡種下了七株茶樹 後人在吳里珍當年種下茶樹的地方 建了一座茶園 取名黃茶園 養子江心水 蒙山頂上茶 成為好水七號茶的象徵 我們這採的茶是拿來製黃芽的 長度就在1.5厘米到1厘米 切菜的時候要過半 不能切茶 這樣珍貴的原料 往往用來製作上等的綠茶 然而成仙琴卻要把這大好的原料 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氣力 製作成看上去不那麼漂亮的黃茶 下氣的溫度 一般在160度以上 鍋底裡收心在一尺裡 要感覺到糖 茶葉要在高溫的鐵鍋內 用手翻炒四五分鐘脫水殺青 從明朝的時候 自從開始煮炒清茶的時候 就這個手法了 第一道殺青 我們主要是要使這個鮮液去掉青草味 然後讓它緩化出芳香味 我們的黃芽的發酵 它主要是靠門黃 讓它的那個發酵程度不超出倍分之四 每一組一鍋起來 要用草子把它包來 只是靠氣力 在包的時候它不會把它悶壞 如果你用其它的啥子布啊這些 它可能就是對它就有影響了 古代傳香 我們都不曉得它的軟體是啥子 它的味道啊 它的色情啊 就是好得多 黃茶是一種分寸感極強的茶 既保持了綠茶的鮮香 又多了一份柔和的特質 做茶的火候必須恰到好處 即使最有經驗的老師傅 也難保每一次都成功 這邊要三十五個小時 把這個火力轉換 你看這個廟子 它是鑒於三桂時代 你現在都是一千多年了 周圍的茶園都是我們 我們當時開出來的嘛 原來廟子邊邊都是種的茶 然後當時的火上 自己就一邊念經 一邊煮茶 蒙鼎山的茶園 歷史上大多屬於寺院 僧人們相信 種茶 做茶 喝茶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種修行 茶葉發酵三十六個小時後 再烘焙 如此製作出來的黃茶 黃葉 黃湯 同綠茶相比 輕微發酵的黃茶 口感更加溫厚平和 對腸胃清寒的人 尤其是一 黃茶製作烤酒 稍不留神 就功虧一虧 如今 黃茶在中國的四川 湖南 安徽等地 都有生產 這是一道 含蓄內斂的茶 黃茶